马自达今年会有非常多的新车 前不久他们在国内发了CX50 日前他们的另一款全新的中大型六座旗舰SUV CX90也正式的发布了 因为是一个全球的车型 所以CX90基本上可以确定会在国内销售 CX90有点与众不同 它是一个全新平台的产物 外观依旧保留了马自达家族的那种特色 比较圆润 但是还有那么点硬派 前脸的造型和此前的CX60颇为的类似 钝形的隔山 直铺的中网 大灯也是最新的风格 颜值还是非常能打的 因为这个车的尺寸非常的大 它要顾及到车内的空间 所以设计方面是有所妥协了 C住以后显得比较的厚 但是运动感并没有特别大的损失 整体的协调性一点也都不差 CX90尾部可没有用烂大街的贯穿式的尾灯 还是自家那种特色的风格 勺子型的尾灯多少有点像宝马 从尾部来看 重大型的SUV那种气势也是特别的强烈 来到车内那种熟悉感就扑面而来了 家族风格特别的明显 在如今玩命的上大屏的年代 CX90还是用了那个又细又长的中控屏 液晶仪表的尺寸是10.25寸 车内的配色很高雅 很有格调 新车的科技配置也不弱 全景影像 透明底盘 HUD都有 NAPA真皮的座椅 质感也是相当的棒 因为是6座 所以它是2加2加2的三排的布局 而在动力方面 CX90会搭载3.3T直列6缸的发动机 340马力扭矩是500牛米 配8AT的变速箱 另外 插电混动板是2.5的自吸 配电机 扭矩也是500牛米 但是纯电只能够跑63公里 但是据说3.3T在国内可能不会国产 国内只会有混动 另外 新车还配备了KPC的动态底盘系统 操控性会进一步的提升 作为马自达 全新的一代旗舰 CX90分量是足够的 那目前来看它不比BBA差 但未来 其价格仍然是令人比较担忧的 没有一个合理的价位 CX90也是难有作为